觀眾會不會其實走啦 好厲害 然後我就在請人節那些告白 可是重點是我也沒有要你幹嘛 我只是想要 然後我也消失了 嚇到了要逃跑了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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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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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頭片尾曲由圖松鈺製作 不管多努力都要罵聲 聽音樂改變人生是真的嗎 早安 歡迎來到最新一集的早安靈娘 沒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題目是什麼呢 是音樂奴隸 愛聽音樂這件事情也可以改變人的一生嗎 一個平凡的保險員 竟然可以一要成為華語界的指標節目 誰 在這場童話故事裡 這個公主原來是一位音樂的奴隸 那我們歡迎 龍龍 歡迎龍龍 歡迎娜娜大師 大家好我是娜娜 你是誰啊 你要不要講一下 其實我就是一個很愛訪問大牌歌手的一個YouTuber 非常厲害 就是很幸運欸 我一直可以訪問到大牌的歌手們 他們很賞臉 然後他們可以在我的節目裡面露出一個 不為人事的一面的概念這樣子 而且因為你訪問的人已經大到沒有邊界了 你已經訪問過李文 然後蔡劍亞 對 然後就是莫文味都訪問過了 對對對 亮詠奇 超猛的 那這樣怎麼辦 其實我可以直接死去 還有誰是很大牌 你很想訪 但還沒有訪到的 可是我覺得我沒有 我不會去期待說一定要訪到誰 但是我心中就會覺得我愛誰 我就很希望可以跟他聊聊天那一種 可是他可能現在不一定活躍在演藝圈 譬如侯湘婷或范曉萱之類的 其實我對於紅不紅這件事 我根本不在乎那個人紅不紅 我只在乎我自己愛不愛他 我想不想跟他聊聊天 分享音樂給他這樣子 哇 你這麼有組件喔 對啊 我根本不在乎啊 我根本沒有事業心 可是我真心是愛音樂的人 所以我可能就是那個熱情 可以感受大家 也許啦 我覺得你是啊 因為感覺是靠熱情走到這一步的 對啊 可是不會累嗎 所以我真的是很過分的人 就是 我沒有說很過分 就是我真心覺得我愛這個人 我才會想要 就是好好的跟他聊聊天 因為如果我覺得我對這個歌手無感 我不想要浪費他的時間 我真的覺得我是會浪費他的時間 如果他來我的節目 然後我並沒有很熱情 然後沒有準備好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歌手 他跑宣傳的時候都是非常的 時間非常的少 他是很挑剔的 所以他如果花時間來我這兒 我並沒有那麼大的熱情 我覺得反而沒有幫助到他 你們可能有被人家其他人邀約過 然後你們拒絕了這樣子喔 也不能說拒絕啦 就是沒有關係 最近檔期比較慢 對啊 可是我覺得就不要硬來啊 我覺得就是不要硬訪 我覺得啦 所以我一直覺得 我自己不是最專業的那一位 因為如果真正專業的主持人 他是可以任何的工作 他都可以勝任的 我不是我真的不是 我是用我的心在跟人家 就做節目這樣子 可是坦白說 華語界的音樂性節目 你應該也覺得自己是第一名了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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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中一位 那還有誰 沒有現在有非常的多啊 什麼阿屁聊音樂啊 其中有非常多的YouTube頻道 而且他們其實都是非常專業的 因為他們是可以 他們可能比較懂 樂風然後樂理等等的 我真的完全沒有概念 所以你真的 那你的優勢是什麼 我的優勢就是我長得很漂亮 你不是 這是我的弱勢吧 是優勢是優勢 我左右是坐著一樣的人嗎 而且我們三位的腳是在幹嘛 我們三位腳下都是一種陳思璇的做法 就是衣靈啊或什麼名模那類的 是同性戀的做法而已 一定要這樣 很勾要很勾 你自己有覺得說 那你下一步可以去到哪裡嗎 因為你都訪了幾乎是所有的人了耶 可是我沒有特別 我都不會去想我下一步要去哪裡 我都覺得每天專注好我想做的事情 的那一種 我好像不會去硬要去想要去幹嘛的人 所以你不害怕說 比如說你今天的節目 比如說過氣了 或什麼什麼這種東西嗎 那也OK啊 這就是選 這就是沒有辦法決定的事 你知道嗎 就是你在意這件事情是沒有用的 我當然會付出每一天的精神 去做我最想做的事情 可是結果 因為演藝圈 或者是什麼YouTuber 他真的不是你努力 就一定會得到證獲 證回報的那種工作內容 所以如果我硬要把我的心思 去放在那些成績上面 我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我已經把我的努力付出去了 所以剩下的就交給觀眾 交給上天等等的所有的因素了 OK 就是那些結果 好健康喔 對啊那些結果 並不會因為我很緊張 或很在乎 它就會改變 不需要 不需要為這些事情 我有時候以為你的正能量是 撐出來的 不是 我是真的 好厲害 你知道我會叫娜娜大師嗎 是因為我以前在保險業的時候呢 我就是那種很樂田的人 所以很多人有困難 或有煩惱的時候 就直接來問我 然後就跟他講 那我覺得應該怎樣怎樣 他們就會被開示 所以他們就叫我娜娜大師 所以那個時候 比如說我們看到 比如說Facebook朋友去做那個保險業員 然後他們非常的正向 你是真的正向 我是真的正向啊 Damn 因為人最後就是一死啊 你又還沒死 有什麼好那麼負面的 哇 就是這樣 可是我也不覺得死有多不好 死也是一種 我們完成了我們這輩子該做的事情了 所以你不會怕死亡喔 我其實不怕 但是其實因為我大概上個月 我前兩個月有做健康檢查 然後一直有一個東西很可怕 醫生抽險是我的癌值數過高 你知道嗎 其實原本的健康檢查是沒有去照鼻咽內飾鏡的 是因為我覺得 something怪怪的 我就說我要再加錢 自費照鼻咽內飾鏡 然後鼻咽內飾鏡完之後 他就說 有危險 就是有機率 然後又再去被 切片 就是你知道切片有多變態嗎 因為我們不是 現在COVID-19 之前COVID-19要拿那個嗎 你有話要戳嗎 但他是直接拿剪刀 就剪你 就是戳了那個位置 完全沒有麻醉嗎 其實那個麻醉我真的 沒有用 應該有 但是我還是痛到覺得不可思議 他在拿剪刀剪我們 好恐怖喔 靠邊那個位置 然後剪兩刀 然後剪掉兩塊露下來 然後去化驗有沒有鼻咽癌 後來就沒有 可是我 在等報告的 我等報告一點也不緊張 可是我當我坐在那邊 醫生要講說 好我來打開那個資料 看是陽性陰性 那剪刀真的心臟還是有跳得比一半十二塊 太恐怖了 可是那一週我其實一點都不緊張 真的假的 因為我只要想到 我緊張也改變不了他 那我緊張幹嘛 我還不如去做別的事 因為我沒辦法 我緊張到要幹嘛 我緊張他也不會變得陽性 或變陰性什麼之類啊 他也不會因為我的緊張怎樣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真的要緊張的話 就等我真的知道結果 然後我們再好好的面對 那你驗艾滋逆塞的時候 也是同樣的心情嗎 我沒有性行為 我沒有辦法驗 我驗他我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我沒有性行為 我要驗他好像也 暫時也不需要 也沒必要 突然自爆一下 但是這件事是很健康的 沒錯 那因為我們今天是請到 音樂的奴隸嘛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 音樂的怪物 達人 是怪物 那因為他大學的時候 常常會表演一些 就是讓我們猜歌的活動 想說那你今天也讓他唱歌 然後讓你猜猜看好了 當然好啊 可是我的年代 真的不是新歌的年代 我有特別提醒他 我們也不是 我也不是 我們都有年紀了 那你要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一個快歌跟一個慢歌 準備兩首 準備兩首 very good 我們會把歌詞隱藏掉 我們有阿阿阿的方式 對對對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我跟大家倒是聊 就是我的音準其實是到的 那你就是櫻琦阿 哈哈哈哈 因為我的櫻琦很平均 跟我整個人的狀態不對 櫻琦就是地下櫻琦 地下十八層的 我會很期待欸 我從富哥開始唱好了 我覺得這首歌你一定會 你如果三秒那沒拿出來 我覺得你就直接離 lack 你也太囉嗦 你也太囉嗦啦 來開始喔 這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我換歌詞看看 原來是布蘭米啊 是一樣的旋律啊 I'm not sure 江湖處是 是一樣的旋律吧 Give me give me more Give me give me more 沒有你唱錯啦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more Give me give me give me 你看大叔在這 Give me give me more 是不一樣的東西 幹嘛亂唱 幹嘛亂唱 非常的好聽欸 很厲害 對啊 但他的偶像是布蘭尼耶 在大學的時候 對 那你才是唱的很差 所以我才學到被拯救 我覺得你唱的 你選的歌太難了 因為這種歌本身就不是在旋律啊 你再選一首Brainie的歌 你再試看看 我選個華語歌也是我愛的好了 是抒情的 好我聽聽看 我認真唱不要笑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你很強欸 主唱是不是Bass在中國 有準吧 我這音有準吧 我覺得你這句真的蠻好的 有準有準 有準有準 然後 我聽不出來了 再一次 觀眾會不會其實走啦 哈哈哈哈 我知道這首歌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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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誰的歌啊 你是第一個人類猜出來的 怎麼可能 我知道這首歌旋律 我知道這首歌旋律 但我現在想不起他有什麼歌 什麼歌手欸 是我們的又緣了的月亮 哈哈哈哈 柴傑的 柴傑的 你愛他喔 他很愛 這首歌我蠻喜歡的 他本人我 沒什麼特別的那個啦 因為我比較熟悉的 還是誠實的想你啊 對沒錯 既然是又緣了的月亮 很特別 他的喜歡的歌都蠻特別的 這個真的很特別 我很喜歡那種啊啊啊的歌 選又緣的月亮真的很偏 誰 誰 誰誰誰誰 請問你是誰 你要不要自我介紹一下 一正要說話 阿咯大家好 我是那大師的選手 我是Eric Eric你好 因為我真的覺得 剛剛那個紅耳機聽到那個叫聲 我想說這觀眾應該絕對會被黃標吧 哈哈哈哈 因為他挺有 一種那個美照級的聲音在唱 是靈美照沒有唱 很難欸 但我大學唱歌是 真的是出得沒有難聽欸 對啊 可是你好像會有音準欸 你已經有音準 其實我音準到 可是我就唱不上去 所以我覺得是唱歌技巧不足 沒有 是你不要硬唱女Key 那我就只能唱十年啊 那就可以啊 唱得很好聽 十年之前 我不認識你 大概只能這樣 我知道你的問題在哪了 你就是一直用那種 十音喉嚨在唱 十年之 十年之前 我不認識你 你就是用那種東西在唱 那我應該怎麼唱 十年之前 你就用那種 說話的方式 十年之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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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因為真的有用 真的嗎 可是很難 因為我是每個禮拜四都在上課的人 這就是現在有別的方式可以去詮釋這樣子 不好意思 因為我之前有看到你PO文 你想要去國外看克里斯丁 後來有去到嗎 有有 我去過兩次 一次在德州 一次在倫敦 他真的還是保持一樣的狀態嗎 我跟你講他的唱法呢 就是以歐美的唱法來說 他其實是 很多人說他很不健康 可是其實他 因為他知道 他用他的唱法 是比較傷喉嚨的 可是他就是想用這種聲音 這種厚度去唱 可是呢我覺得很奇蹟的是 他聲音並沒有真的壞掉 他現在還是可以飆很多 以他的年紀來說 對對對 然後以他的唱法 可是我覺得一般人用他的唱法來唱 喉嚨真的會 整套派撩撩 那你很常學他 但是我沒有不會唱 每天這樣唱兩個小時 也是 好那我們現在 有準備籤筒 好來來來 隨機來 好 這個是歌 欸 掉了 那就那一張 今天是考驗你的歌唱實力喔 對 你就是 這首歌是 好另類叫做潘朵拉 這是我最愛的歌曲 真的假的這也是我最愛的歌 因為常常就是怪歌女王 其他不要再唱一些正常的歌曲 然後這個是風格 風格 有人叫潘朵拉吧 我知道 要要 你就轉台 對你唱完大家就會想起來了 奇珍風 對 我想想奇珍就是比較 可是奇珍其實你們不要以為他文青 他很輕生 他其實有的時候也是蠻酷的 喔 因為他那個啊 他那個流浪者之歌啊 或者是什麼魚啊 他其實都是屁高到不行 身為一個陳其珍的大鐵粉 對不對 你說說你說說 也是非常激情 就是他有時候確實是有一些 也是很逼自己 就是要飆高音的那種唱法 對啊 有有有 你起流浪者之歌後面再飆成什麼樣子 就很高啊 對啊 他屁股也很絕吧 對 我剛才在想他也有夾一下 那Eric覺得今天是要飆高音的起真風 還是要文青的起真風 你還決定 因為潘朵拉就已經算 因為張小孩本身就是飆高音過啊 對啊 不要飆高音好了 可是你要起真的 你要用流浪者之歌的方式唱潘朵拉嗎 流浪者之歌你現在哼得出來嗎 撐住我 好厲害 撐住我 好像好像 我想一下喔 因為潘朵拉 就是副歌嘛 對 那起真風 他就是要配一個吉他 他就是 想像看看 他就是可能比較輕 但是因為張小孩就是 他就是同音跑出來 愛是菜式湯魚抱著卻沒燕養的搖搖 所以我覺得起真他 好厲害喔 他可能會用比較soft的方式 愛是菜式湯魚抱著卻沒燕養的搖搖 他可能是用這種方式唱 我猜啦 你好厲害喔 然後配什麼Guitar的感覺 你是真的唱歌的人欸 我就是有學習啦 我喜歡 對我直接聽出差別 你說你跟他的落差嗎 不是他就這兩個的 就他的手横唱 非常的厲害欸 那我們因為是 雖然是主場 所以我們還是要抽一下 來唱一下 挑戰一下 我們要唱歌 我也蠻意外的 聽眾不可以走掉喔 只會有30秒 來我們是金巨峰 喔金巨峰最簡單啊 你一定要幫我示範一下 什麼叫金巨峰 他最愛他最愛 他根本就是操作金巨峰 我拿小軒的 我要我們在一起 完了 你也會對不對 這個超適合 你完全可以 你示範給我們看 我跟你講當然 他就是傳統戲曲的概念 所以他會是 唉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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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可以轉個旋律都沒有關係 好厲害 你可以練習一下剛剛 因為他的 唉呦唉呦唉呦來 因為如果流行是 唉呦唉呦唉呦 就是他沒有把咬字咬得那麼清楚 但是我覺得 訣竅是什麼 訣竅是什麼 就是把咬字是 唉呦唉呦唉呦 唉呦 來來 唉呦唉呦 唉呦 好荒謬 唉呦唉呦唉呦 你說 我們有 不要在一起 你說 我們有 不要再一起 咩咩咩咩 咩咩咩咩妳真的太像就是那個好像是什麼 移工來台灣學中文 然後學到不知道學到什麼腔調的那一種 是你太太我要去買菜啦 對你是有月交耶 但他從大學就這樣了 所以謝謝你們的調教 我也希望傳統戲去的人不要因此生性 對 不好意思 但現在學的應該也很少了吧 對 但他就是寶貴的 我覺得台灣文化的很重要的一環 真的嗎 對啊 當然是啊 因為像歌展戲什麼的 雖然我們平常可能不一定會常聽 可是我覺得他們一定有他們存在的 保留的價值 嗯 沒錯 但為什麼你特別愛 特愛京劇這個風格 不是我沒有特別愛 我只是覺得 我常常會想到很多首歌曲 很適合這樣唱 因為又回到張韶湾 他在唱那個 我要看到最遠的地方 他其實有用這樣的唱法 有哦 我記得他是學歌劇出來的 我小時候覺得剛剛那一part很好聽 可是我完全小時候不知道是金句的唱法 但完全是 他沒有想要用金句的唱法 可是他其實可能因為寫許的調性 會讓他有一種跑出這種唱法 對對對 那如果那整句要用金句 來 我們試一次 我要看到最遠的地方 和你守護住到聊夢想 他們就可能會突然講話 你們的那個演唱會會這樣子表演嗎 不會 不會 可能只會突然聊到 不會直接這樣表演 所以如果觀眾在台上說 金句金句 有 其實上一次有 真的嗎 上一次在legacy的時候 就是在唱那個當你的時候 然後他就 就是他突然就 但不笨 他就用金句版的方式 然後全場一直跟著一起唱 因為我們就唱完那首歌之後 我就說 但是我們還是來唱這版本 就還是把一般的版本唱完 但是我們就來一個bonus的感覺 好感人喔 煩喔 那影片是不是網路上找得到 找得到 就是在歌廳網 就是納拉大師歌廳網就找得到了 你非常的偉大欸 你保留了某一種傳統文化 但是我也沒有真的了解那麼透徹啦 但是你還是願意嘗試啊 希望不要大家覺得在 就是在胡鬧就好 這的確有點好玩 但是我沒有 我是真的覺得那是一個很棒的文化 對 好那我們再抽最後一題 好 這是歌名嗎 我來看一下 沒錯 歌名 我要去聽 喔這是風格 我覺得我會惹毛的 Michael Jackson 這個太難了 喔這是風格 我跟你講這個風格實在太幽默 這對的最難 我是選Ruby的 因為Ruby很過分 Ruby是盧春盧 如果的是 欸如果的是也是金句欸 對啊 你知道如果的事也是金句可以唱嗎 我聽聽看 如果你已經不能控制 妹才想我一次 Ruby 我啊 穿去 因為那些旋律只要 所以只要這樣這樣這樣 就適合你 你只要有一些歌 假音的部分很明顯很突出 就很適合用 但是我覺得如果的是要用 Michael Jackson 我就 我先說Michael Jackson的粉絲 我先給你們道歉 如果你們想要罵我就罵 因為我真的太過分 但是我的 那個靈感來源是來自於Ruby教我的 那他是可以先告訴我們 什麼叫Michael Jackson的風格嗎 因為Michael Jackson其實會 他其實唱歌是我非常多的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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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到屎鼻子 真的沒事嗎 他的舞蹈 屎鼻子 嘻嘻嘻 所以你就要把這些東西 融入在一些歌詞 哦 來我們試試看 我要聽如果的事 如果的事 如果你 啊 一直不能 控制 控制 一直 啊 一直 啊 嘻嘻嘻 就變這樣子 就是胡鬧 純胡鬧 希望不要生氣 我看到的是 妥瑞斯陣 不知道是不是對的 我看到這種按摩棒在裡面 哈哈哈哈 溫藥彈什麼的 哈哈哈哈 盧軒如真的很過分 他就是 很早期 因為我們廣播節目 他以前做廣播節目 他就是在胡鬧這些風格這樣子 對 非常愛他 好笑 他後面也是走得 非常的瘋癲 對啊 欸你有訪問過他嗎 有有訪問過他 而且他很厲害哦 他 他幾乎是所有訪問 我訪問那麼多歌手嘛 他應該是前三名點閱率的 哦 哇 他已經沒在線上了 所以他就是這麼強 他這麼好看 這樣 大家還是愛他 對 大家愛他 那我們先問一下 因為納大大師 其實從2017年就成立了 對 至今已經七年了 哦 講真的有沒有後悔 不會後悔啊 怎麼會後悔 開心得不得了 真的 是開心的 是覺得好險 好險有離職 好險有挑戰 嘗試做這件事情 嗯 但是因為保險員 怎麼會一下就跳到 做頻道的一件事情 哦 保險員那時候其實做的還不錯 然後可是我只是 那時候我大概29歲吧 我覺得很多那種 世俗的框架都會告訴我們 30歲會有種焦慮 我那時候好像就會有一種 覺得說 保險業我確定 我會做一輩子嗎 可是我那時候確定 我不會 可是我又不知道幹嘛 我真的不知道幹嘛 可是我又30 然後我就想說 如果我繼續做 雖然收入不錯 可是如果我再繼續 323536的年紀的時候 我會不會不敢走 如果我找到我想做的事情 嗯 然後我竟然想說 那既然我還沒30 我還可以有機會闖 我就離職 我就離開 裸離嗎 對 我不知道要去哪裡 那時候還不知道要幹嘛 我不知道 我就先離開 可是因為保險業務 有還蠻棒的一個工作內容 是因為我的 還是有繼續的 一些收入啦 雖然沒有完全那麼努力的 狀態的那個 那麼高的收入 我就反正我就去闖人事 然後我根本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 那時候我就去 送便當 我的想法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Foodpanda嗎 不是 那時候還沒有流行 Foodpanda 那時候就是 我就是想說 那時候我就要去送 中午跟晚餐的便當 因為我家都可以 送便當 可以吃便當 不用花錢 送給誰 就是去那種 物套便當 吃上飯包 因為他們只會 中午跟晚上 需要送便當 所以現在我都沒事做 那我就告訴自己說 我現在要省一點 我要找我的人生 但是我盡量要省錢 所以我 吃是最大的開銷 所以我每個 每天的午餐晚餐 我都可以吃便當 然後我 我又不用花很多時間 投入在一份工作 我只要中午 吃飯時 跟晚上吃飯時 去送一下 所以其他時間 我可以繼續找我的人生 我那時候做 這件事情的原因在這 我不是貪圖他的什麼 我就是貪圖 他可以讓我有自由的時間 讓我省吃的錢 這樣子 然後那段時間 我就是這樣做 然後也邊拍影片 然後也去投履歷 想要說 找好的工作 我才要去做 然後那時候 我就去下一份工作室 剪影片的工作 然後我就 做沒多久 被開除 為什麼工作能力怎麼了 我覺得能力滿好的 但是因為我本身就是 我本人的就是那種就是 我覺得我滿有想法的 所以可能就太有想法 然後就 就是他覺得 那你可以不用來 不要來 然後我就在 然後我一樣繼續拍影片 然後我就繼續在下一份工作 然後下一份工作 我就邊拍影片 然後就 不小心 流量還不錯 然後就覺得 好像可以轉換了 這樣子 為什麼會決定拍影片 因為我那時候要離開之前 我要離開那個保險業之前 就一直有一個朋友 跟我講說 那那你就是 天生要當 天生要當藝人的人 你就去當 你好像不會是 一直當保險業務員 我看起來 你不像 然後因為那個人 那個人呢 其實是我的好朋友 然後那個人 是 有一些 有一個工作叫做 全世界最爽工作的職權 那個是在澳洲的 打工女生嘛 CC 謝忻 那時候他跟我一樣 你一樣在保險業務員 我也說在那個 關係事件 對 就是他那時候 就是我是他主管 然後我就陪他一起完成這個 冒險 因為那時候他就去挑戰 全世界最爽工作職缺的應徵 然後那個時候 全球的人都在爭取那個工作 因為那個工作 半年薪就 半年薪就三百萬台幣左右 它是一個很棒的工作 然後他是可以在 野生動物的 保育的內容 那一類的 可是他 雖然最後他沒有得到這份工作 可是他因為參加這個比賽 最後全亞洲 只有他一個人入圍決選 決選只有三個人 所以他就因此得到一個 title 就是有全世界最爽工作的那種 競爭者的那種概念 因此他就打開了他的視野 他開始做了很多不同的挑戰 然後他就 他就從保險業務員 換到這樣的身份 那他每天一直耳聽 面目 因為他從大學就認識我 他說你 你就是一個在 你知道 熱愛音樂 在舞台上活著的人 你應該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之後我也認識到 一個音樂人 叫做黃建偉老師 黃建偉他是進去講最佳新人得主之 就是其中一位 然後他本身也做了很多很優秀的作品 徐家瑩的啊 然後楊乃文的 然後他也告訴我說 娜娜其實我覺得你什麼都有了 你就差技遇 可是技遇沒有人幫得了你 你要自己去找 所以我就想說技遇是什麼 那我必須拍影片 開始打開這個可能性 然後就開始一直拍拍拍這樣子 好厲害哦 這聽起來 媽媽中間過程不會懷疑嗎 或說 會 因為其實我拍了一年多的影片 其實真的是一年多的影片 就是都是 就是我的粉絲人 就是幾千人 就是一年多是幾千人 其實那個時候就完完全全 就是也做不起來 然後 我真的就是覺得說 可是如果我不做就沒了 所以我還是要得繼續做 然後我就做到某一天 真的有一支影片比較紅了之後 我的粉絲就是瞬間 好像從兩千多人 三千多人直接破碗 然後就覺得 欸天啊也太突然了吧 可是如果沒有那支影片 或中間如果停了 就不會有那一 那一件事情發生 所以中間真的也是 有一年多的時間 是滿挫折 可是我覺得 我又不會是因為挫折而放棄的人 我會覺得 如果不做就是沒有 哦 而且這個過程中 你其實都是開心的 我很開心啊 可是真的很累 因為上班 就是 還是有上班族的身份 可是我下班就是要去拍影片 可是我就是告訴自己 這就是我要的東西 所以我必須要 因為我認為 每一個選擇 後面都會有代價 所以如果我選擇偷懶 那代價就是 我得不到我要的東西 好厲害哦 我選錯了 你想要的主意嗎 但我們節目 某種程度也是這樣子啊 就是一個副業走到這邊啊 對啊 我們也有犧牲很多 犧牲的時候 譬如現在不能繼續喝酒 要不要在那邊聊天 但是這件事情我突然也好奇想要問一下說 其實很多節目你都不能開引力 因為是因為有音樂版權的問題 對對對 那你這樣要怎麼賺錢 對啊 所以雖然我覺得如果以我現在 以我同知名度的好了 或者是同樣訂閱書 或同樣流量的人 他照理說會賺的比我好舒服很多 可是我卻沒有 可是這也是我選擇的啊 我沒有覺得不OK 而且我覺得本來就智慧長展權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本來就OK 所以我沒有覺得不OK 那我現在的生活也 其實過得比之前好 所以我已經覺得很幸運了 所以管道會是來自你有其他自己的運作 活動啊 因為我其實我其實沒那麼YouTuber 我真的太貼近音樂或電視產業了 我還是會去上節目 然後也會有主持 然後也會出席活動等等的 所以我的工作真的 我的營收收入真的不是在YouTube 有在你的更新頻率看到 對啊 就完全很不YouTuber啊 如果我沒更新 我沒在上節目哦 我們沒有 我們只是在工作而已 但是這件事情很好奇說 因為你跟很多歌星合作過 那你有哪一個人是你真的覺得 那一個訪談是你一直想要做到的 然後最後就是很像夢想般的實現 很像漫畫般的情節 哦 我想想哦 其實有非常多耶 我覺得Coco就不用講 Coco就是大家已經聽到很多的故事了 那莫文蔚跟徐懷鈺跟梁詠祺 都是我很熟的歌手 就是我真的熟到不行的歌手 但徐懷鈺是我人生第一個偶像 那莫文蔚是因為我姐姐非常愛 可是因為我小時候 我姐大有八歲 所以我會差不多三四歲的時候 或五六歲的時候 就在聽這些莫文蔚的歌 是因為我姐的關係 那梁詠祺是之後我上大學自己 自己再重新挖回來聽的歌手 所以這些歌手我都是非常熟 當他們出現到我面前 然後又唱個滔滔不絕的時候 真的是很感人耶 太不可思議了吧 對 但是我滿好奇 為什麼你會這麼喜歡聽音樂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為什麼我的興趣是聽音樂 因為我從小 我覺得我好像小時候 因為我姐大有五歲 五歲跟八歲有兩個姐姐 所以我根本就是還沒有長成熟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新少年了 所以他們就會聽那些歌 所以我小時候就在聽 我真的是五歲左右就在聽 什麼葉愛玲啊 伊能靜啊 就是真的已經成人在聽 很吵耶 葉愛玲什麼才覺得溫柔 可是我五歲我就在唱那些歌 就是很狗血 然後包括什麼Coco的往日情啊 也是八歲還七歲就在唱的歌 就是我小時候就在唱這些悲歌 然後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林毅臉 所以我長這樣情路很苦 可能也是我小時候聽這些歌的關係 如母人 覺得愛上的人就會不回家 我會哭耶 但是那你現在還有想要 哪一個人是你覺得想要達成的 那種夢想對象 有 其實有三位 誰 點名出來 孫燕姿 可是我覺得很煩 因為我其實不只三位 但是我講會講不完 就是孫燕姿 侯湘婷 孫燕跟范曉萱嘛 就我剛剛講他們已經不在眼圈 對 可是 不是他們只有喉香婷 因為范曉萱想說 不好意思我只是很準備去啊 對我來休息而已 對啊 其實Alva也很想啊 就是很多都很想 嗯 就是也 因為這件事情就不是操之在我的手裡的 決定權嘛 所以就是等一切緣分到 那如果沒有也沒有關係 所以你通常要敲到他們 都是要在打歌期間才敲得到嗎 比較是 除了梁詠琦真的非常特別 我之前溫蘭也很好笑 就是有一些人 他跟 就是莫名其妙被我邀請來 他們也沒有東西要宣傳 所以很有趣 我覺得這些人就會很有趣 嗯 因為梁詠琦真的超妙的 梁詠琦那時候 因為他 他未來會有一部戲會上 他之前來台灣拍戲 已經是兩年前的事情了 然後他來台灣拍戲 我知道他來台灣拍戲 可是我們又不認識他 所以我就 我就 就是敲Vivian 徐若萱 因為我知道Vivian 徐若萱跟 呃 梁詠琦是好朋友 我就敲Vivian說 欸你有沒有梁詠琦聯絡方式 我想要找他聯繫 想邀請他 然後 因為Vivian跟我關係也蠻好 他人也很好 他就直接給我們香港經紀人的電話 哇 然後真的是他也沒有 我經紀人就打給他們 然後他們 因為他們人在香港 他們說好 那我們如果到台灣再聯繫你們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 那就是大概講講的話 很合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他們真的就來了 就是來了 有告訴我們說 他們哪一天可以 Damn 而且其實因為那時候有疫情 疫情也在疫情期間 他好像有一段時間 是有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身體 沒辦法唱歌 所以他就說 欸那我可能要再跟你改時間 我想說 那你可能就不會來了 就是 你知道我們都抱持這種 大排歌手 要不來很合理嘛 對不對 可是他真的又來了 他就是改好時間 真的就來了 他有把你放在心上 對 你就不能很神奇嗎 就是他 他們人又不在台灣 他如果到台灣下一份工作 他也把這件事記在心上 你真心 然後結果對方就很像冰塊一樣 我不能說像冰塊 我有比較 呃一個經驗是比較 不是我如其所想像的那樣 嗯 然後當天我其實很 我不能說沮喪 我反而是有點生氣 因為我不懂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對 回應我的 對你的熱情 因為我覺得他很冷漠 而且他 我已經感受到是 你好像很故意在刁難我 我一直有那種感覺 所以結束之後 然後我們團隊的人都一直在聊他的事情 就覺得他怎麼可以這麼瞎 然後很瞎之後呢 我們就 因為我太氣了 然後因為我們在外面 我們團隊就在外面吃飯 又不能直接大方的講他名字嘛 嗯嗯 然後我們就直接就是用代號說 真蛋 他就叫真蛋 然後我真的也氣不夠 回到家還發一個限動說 今天真蛋真難吃 因為我就必須要一個出口出去 然後就很多的網友就敲我說 誒那我跟妳講拿一件真蛋 哈哈哈哈 他以為在講真蛋 哈哈哈哈 可是你知道怎麼樣嗎 因為後來我去想一想 嗯 他好像有一點就是在玩 我覺得他是在玩 你知道我後來 我覺得有點不打不相識 因為後來我又有在另外一個場合 遇到這個歌手 嗯 然後因為他這段期間 還是會在我的IG下面留言 然後就會 就是我 我如果唱什麼歌 他會在上面留言哦 然後之後有一個場次遇到他 我的工作在他的下 我在他下一個時段工作 所以我去的時候 他的工作也結束了 然後我就說 我就關心他 他說誒那你的那個 剛剛工作還順利嗎 他說你有在關心嗎 你有在follow嗎 然後我想說 對 然後我就想說你幹嘛 然後我就走過去跟他講說 小姐你是還在生氣啊 他說如果我生氣的話 我還會去你那邊留言說什麼 下午先怎樣嗎 然後你在那邊唱 避陽師怎樣嗎 我就覺得不打不相識 他就喜歡玩 我發現他就喜歡鬧 後來我們就真的是 我覺得蠻好的 但是第一次的訪問 我真的有嚇到 對 可是他第一次的訪問過程中 他是回答很簡短 還是他回答都很 我怕講太多 就是會很明顯 這個就是關掉 就是我們要好好聊 好 我好期待 好 因為我們今天 其實娜娜來 是因為他想要 就是有自己有活動 然後我也藉機找你來 那可不可以稍微 介紹一下說 這個活動是什麼 就是我即將舉辦 我人生第二場 個人演唱會 非常瘋狂 10月12號在Zap Oh my god Zap 竟然大概三千多人對不對 兩千 滿場是兩千 對 因為之前第一場是辦在Legacy 然後那時候賣了一千多張 然後就是很幸運 上次收到 上次有玩售 然後之後陸續續在辦在高雄的 那些都不是個人演唱會 就是被邀請的一些活動 然後可能 就是都很幸運 都有賣完 所以我想說這一次也是在挑戰一下 更多人的場次 然後試看看 但是我覺得 雖然我想試看看 但是我們可能是全力的投入 根本一點都不是試試看 對啊 我感受得到 光那個海報就蠻厲害的了 真的 不然你 對 他愛的 但是 我記得我之前就是有去那個 覺醒音樂記 然後有一次就是你在那邊當DJ 那個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公開演出 真的假的 那是我差不多走紅 我自以為走紅的時候的 第二個月還是第三個月的時候 非常好看 你知道那個Live 你先講你的感覺好了 我的感覺 我的感覺就是因為我那天聽了非常多的DJ 然後因為其實聽音樂記來講 你會去聽DJ 通常都只是為了放鬆 然後要不然就是你真的很喜歡這個DJ 那那天的DJ我都覺得還好 然後除了娜娜 然後我就去也想說 這個傢伙怎麼會變這樣 就是一般DJ只是放歌給我們聽 然後哪有DJ一直在唱歌的 因為我不是DJ啊 我根本就不會DJ的東西 我只是用我的電腦播了音樂 那我憑什麼在那 我當然要出去跟大家搜集一下 非常非常的好看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把自己 很愛聽的慫歌都拿出來了之外 然後也自己表演了一下 那我覺得一般的DJ太有價值了 就說我很酷 我都聽的音樂品味不一樣 所以我也要播一些大家沒聽過的歌 但娜娜不是這樣的 就是要讓你快樂到底 而且那我多變態嘛 因為我早期在做這些表演的時候 我都覺得不夠嗨不夠嗨 我都把所有的快歌加快1.5倍 哈哈哈哈 要躲累 你現在慢了嗎 太慢了 我去要更嗨 我去要更嗨 所有那些辣妹叫 他就變成嗶嗶嗶嗶嗶的歌曲 這聽起來是一個有影頭的人才會做的事情 可是你們試試看 把所有SHG快歌或什麼Jolin的快歌加快1.5倍 你會嗨到不夠了 所以那次算是你第一次迷戀上表演這件事嗎 也不是我早就迷戀過啦 我國中就開始在表演了 只是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的公開活動 你說國中是像在禮堂上的那種 嗯那是高中 欸也有 我跟你講我國中有多變態 因為我國中是其實流行徐老師這種東西 小S班的徐老師 然後他們就會有那種放那種電音啊 然後去配就是唱跳 然後我自己就會帶著喇叭 然後去徐輝各個班級演出 就是自己有一個循迴演唱會的概念 然後最後都被那個很多的班級封殺 哈哈哈 老師就說那個那個人不是我們班的 其他比較進行的 哈哈哈 好直接 對啊 所以我以前就這種這種 而且我以前有多變態你知道嗎 我就以前 我從小就是覺得我自己會當明星的人 嗯 然後我已經快畢業了 因為國中要畢業 大家分到 分到揚鑣 那我就開始就是寫一些簽名照 我說我以後會走 紅你來 你留著簽名照你留著 然後大家就說我不要 哈哈哈 哈哈哈 其實你留著簽名照也不會有什麼價值 好像你們沒留 你再想一想 你再回想我們剛剛聊天 我是很知性 你是 光看你的youtube也好知性哦 沒有大部分人會以為我是瘋子 可是就是真的要認真看節目才會覺得我很知性 因為他是巨蟹座嗎 星座老師 哦對耶 跟知性無關 哈哈哈 就不是巨蟹座到知性 其實巨蟹座其實是瘋子 也不是什麼知不知性 對不對 比例上 我覺得所有星座都是瘋子 哈哈哈 人類就是瘋子很好的結論 因為娜娜其實比我們大了一點點啊 大不少 這樣有禮貌嗎 我都快40歲了 對啊 那你小時候長大的年代 對同性年到底有沒有友善啊 這件事我也覺得 沒有啊沒有 一定是很可怕 是不敢提的事情 我小時候國中根本不可能出櫃 而且高中 我覺得我到大學我都不敢 嗯 直到 直到我出社會 跟當兵 2008年2009年的時候才敢出櫃 你說在當兵的時候 我其實我在當兵的時候出櫃 超好笑 哇 因為大部分都覺得當兵你不要太 最破甲 你可能會被欺負什麼的那個場合 可是我反而是在那邊最自在 我反而當完兵出來想說 啊我要怎麼跟我以前認識的人 講出來 因為以前就是假裝不是嘛 所以我的國小國中大學朋友 都會不知道 為什麼當兵才想要講啊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因為當兵他就是一個完全新的環境 就是他真的是沒有其他人認識 你沒有任何人會有連結 然後我就一進去 可是我當然沒有一進去 就大聲說 大家好 我是同性年 就是沒有 就是還是一般的就是低調的過生活 可是為什麼 因為還是會有一些音樂的東西 在軍中 我的身體會心不自欺被痛恕 就刑劇的時候 一直在那個 對 因為我們還是有那個啊 踏步啊 跟那個 我們一定是這樣踏 我們是貓包步啊 其實又程式選的 或者什麼 他們的方式在走 台步的方式在走 那個軍隊的步伐 他唱軍歌也特別的像 張韶海的 聲線 就是 好厲害 我愛求華 我愛求華 一直好像很逼之類 還是有音樂 被人發現 欸這個人氣質 真的是跟我們不太一樣 然後後來其實他們根本 就是愛得不得了 然後裡面的連長啊 因為有時候還是會有那種 比較週末的時候 然後比較 輕鬆的時刻 可以唱歌 那我就會 可能長官就特別愛 我們這一掛的人 然後氣氛很好 而且他們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還跟男 就是同袍玩嘛 然後有些同袍的身材 真的還不錯 我們就會比較在 玩身路一點 然後終於是他們起床之後 就會跟那個班長 就是哭 哭訴說 昨天那個 因為我們有超這個字 他說昨天那個超妹 又來我床上都沒有玩 超妹 然後那個班長就說 可是你們當兵那麼無聊 這樣不是比較好玩嗎 當然我們不是 我們不是要就是 宣導什麼 叫你性騷擾別人 我們都是真的是 彼此沒有不舒服的狀態 難怪台灣人現在服兵衣變成這樣 所以那時候那些 其實那些同袍 愛得不得了 都是好玩得不得了 但是當然還是要保護自己 雖然我們現在是很知道 每一個性別氣質的人 都應該受到尊重 可是進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 我覺得還是要先以低調為主 並沒有 並不是叫你不要做自己 因為我當然知道 我們的身份 可能會有一些人不喜歡 可是我覺得 雖然我們要標榜做自己 可是我們進去還是要 眼觀四面 耳聽八方 就不要一次 那麼秀出全部給別人這樣子 因為不一定 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受 對啊 怎麼辦呢 還要先自我審視嗎 你覺得這件事你可以接受嗎 我覺得觀察周圍的狀態吧 因為我其實也是一個周圍很敏銳的人 同性戀可能都是這樣 我覺得 所以我就是可能覺得 我到了這個地步 譬如說大家是開心的 或什麼的 我就會再往前推一步 其實我跟娜娜的生活經驗很像 那你就推到極致之後發現 還是全世界沒有人反對 同性戀是聰明的 因為我們從小就活在一個 不接受我們的世界裡面 所以我們必須要想辦法活下來 但是我覺得他最重要的點是我們要學會看人家明顯 但是我覺得不是同不同系列的問題 是每個人都要會 人際關係本來就是這樣 可是他本來就是這樣子 今天是一個直男長大 他從小到大就 他的一切都符合社會標準 他根本就不會去思考這件事 可是這件事情是沒錯 可是我相信一件事情是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課題 當然 所以有些人直男會說 我們會覺得他後代傳統的 OK的價值裡面 可是他一定有他的壓力 如果他今天就是一個 不喜歡生小孩的人 可是家庭就要他生小孩 你知道嗎 就是當然我們是同性戀 我們就 我常會覺得 我們是同志 就是別人已經完全不會聊你有小孩 我們擺脫了一些有毒的父親主義 那那些異性戀 他也許根本沒想過小孩這件事 結果他小孩就蹦出來了 然後他就他的問題 他就一新的問題產生了 所以我當然不是說 誰比較好誰比較好 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課題 我們永遠都會有需要 面對更好的地方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不用去羨慕他們 而且我覺得時代會輪轉嘛 比如說如果他以前是這樣 比如你剛講直男的例子 他以前用他的模式長大上來之後 他很有可能在某一個出社會的刹那 當我們的社會開始在討論說 過往直男模式是不是不適合的時候 就會很容易被 他開始覺得不適應 他們突然變成是被檢討的一方 他們不知道自己哪裡有錯 很多人說 臭直男 以前會講臭直男或什麼的嘛 現在也是啊 就現在會講臭直男什麼的 以前不會啊 對啊 可是這就是原罪的問題吧 就是因為他們過去拿了非常多的紅利 然後今天突然變成 他們好像是加害者一方 但並不是每一個在結構裡面的每一個人都是加害者 但也因此還是會被檢討 那這個時候他們就會想說 為什麼要針對我 剛到底剛好屁事 他說我差會很大啦 對啦 對啦 好啦 世界很複雜 很複雜啦 其實真的不用二分法 也不用把一個族群 全部都是一片蓋兒圈 對啊 怎麼可能臭男全部都這樣的想法 怎麼可能 對啊 怎麼可能全部同性都心思細膩 怎麼可能 就這麼複雜啊 就怎麼可能啊 當然是很笨啊 很鏘的啊 對啊 謝謝你 對啊 那有一些報導 你好像那個時候對被霸凌這件事情 有一些感覺 也不能說有些感覺 它就是故事 可是我真的小時候就是 就是可能性別氣質的關係 就讓人家不喜歡 然後班上的女生就會跑出來 就是跟那些男生吵架 說你們幹嘛這樣欺負他 因為以前的時候 就是可能我的書包 會連絡部會不見 把他丟到哪裡 不知道我不知道 就可能垃圾桶啊 或是什麼少去接那種 這很過分 很過分啊 很過分啊 可是就是後來 到了國三 因為那是國一的事情 可是到了國三之後 又沒有 就是我們又沒事了 跟那些男生的朋友 又變得沒事了 就是沒事 再後來要畢業之前 他們就有跟我講說 就有些人會跟我講說 他們以前這樣的行為 真的很不好 真的很抱歉 哇竟然會自主反省欸 真的蠻厲害的 然後我就覺得 那就是 嗯 就是一個故事 這樣子 當然有些人的故事 會更辛苦 那我想問說 如果現在還有人 處於這個狀態的話 你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如果他是莫名其妙 突然開始有一群男生配偶 我覺得就是要保護自己 你真的受到傷害 請你一定要找到求助 絕對不可以白白受傷害 那當然我不覺得 把人家課本丟到什麼地方 把人家書包丟走 是一個沒有傷害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找到方式去解決 你不一定要跟他們和平相處 但是一定要保護自己 不要受傷 那你要知道的事情是 這些人在這個學 在這三年裡面 就只有這三年 之後你就再也不會遇到他了 所以這三年 你就好好的跟他們保持距離 不要硬碰硬這樣子 你不會想要復仇之類的嗎 不會啊 因為復仇要幹嘛 有些人就覺得很爽 誰 你說誰誰 不確定 我不會 但是我覺得他有他的課題 而且我覺得他的課題 也不一定是這輩子會學會 老實說 可是當下 應該說在事件當下 你可能也沒辦法那麼健全的 去思考這件事 還是你當下就是這個觀念了 沒有當下我應該就是想要回家 我每天都想回家 不想去上課 然後我回家之後就是看 自己喜歡的電視節目 然後紓壓 就這樣子 可是這件事情終究會過去 而且他就是 過去之後就會成為我生命中 可能一個 其實真的會有所學習 雖然我不認為我們被霸凌 需要學習什麼事情 可是我覺得每一個事情的經過 都會在心中 種向一個種子 也許 也許這件事很不好 可是我會告訴自己 我不要成為這樣子的人 好會說話 就很厲害 就真的啦 對啊就很棒啊 我覺得你是很正面去接受 你生命所有的歷程 我覺得 對啊 因為它就發生了 那要幹嘛 就是那用怎樣 如果我每天哭 每天抱怨 沒有不行 這是一個選擇 那我說了 每選擇都會有一個代價 我如果選擇每天哭 每天抱怨 那我的代價可能就是 我沒有辦法有所成長 可是我期待 我自己可以走到更遠的地方 所以我必須選擇別的想法 我想知道這些事件有沒有什麼是造成的傷痕 因為以我自己來說 我其實算是偏向幸運的 我以前覺得幸運我漂亮 可是我後來才發現 因為我沒有特別經歷過 因為我也是性別氣質很明顯的人 很招搖的人 然後我其實也是大名大方那種 但我沒有特別遇過排擠的情況 可是我其實有知道 譬如說隔壁班同學或是誰 曾經因為性別氣質被排擠 然後所以我沒有被講過 但我對於娘娘腔三個字非常反感 真的假的 我很不喜歡這個詞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過往這些求學經歷 我覺得有一些傷痕 其實我覺得有點難平復 那我其實想問娜娜說有沒有 你也有類似的經驗嗎 我覺得蠻好的 這個蠻好 其實我現在最大的困擾 也不能說困擾 其實我覺得 常常我們 尤其在以前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在討論 同志教育這件事情 在國小啊 是不是應該怎樣 其實我現在有遇到一樣的困擾 雖然我們常常在那邊說 自己就是瘋婆子啊 就自嘲嘛 可是有時候遇到朋友們的小孩 你會發現這件事情 好像 我好像不適合這樣子開自己玩笑 對 我都會轉成這隻叔叔 對對對 然後他們會說 要叫娜娜阿姨嗎 哦 我其實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的定位在哪 可是我發現 小孩子的時候 我自己 雖然我們很支持這件事情 就是從志教育 可是我也會發現 其實我也不知道 怎麼樣告訴小朋友 好像不知道 因為 蠻有趣的題目 對 非常的難 可是 我心中非常清楚 同志 或是我 我要叫自己什麼性別 是我架式 可是發現 你要跟小孩子溝通的時候 好難 好難 因為某種程度 你害怕自己 為他的觀念 種下一些種子 對 所以 我當然不是要去支持那些 什麼反對 從志教育進入學校那種人 不是 我不是支持他們 可是我也能夠理解大家的 他們的煩惱 嗯 就是能夠理解 對 這是很難 把這個形象介紹給他們的時候 正確的方法到底是什麼 是這樣 嗯 我通常遇到我朋友的小孩就說 欸 你有看過同性戀嗎 這樣哦 媽媽就會說 現在不要再跟這個叔叔戀戀了 我就說你兒子長大 要跟我結婚嗎 哈哈哈哈 都一直這樣 不是 如果你去想一想 如果是一個 一心戀的叔叔 跑去跟妹妹說 你長大要跟我結婚 還是蠻噁心的 超噁 其實你是行為 其實也是 其實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對 其他也無關於同性的 我們就是耳男 哈哈 男生就是噁心 男生就是噁心 沒有 如果一個阿姨 一直跟那個弟弟 講說你長大要跟我結婚 也是偏過吧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重點是那個 界限這件事情是大家都在學習的 對這件事情就是學習 我覺得是學習 對 我剛剛也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想要問娜娜 就是因為我看到說 就是娜娜其實在跟朋友出去的時候 你非常喜歡記錄這件事情 哦對啊 甚至看到一篇報導是說 你跟朋友出去玩的話 你必須要把 就攝影機放在旁邊 然後就錄了三四個小時 這樣子 對啊 在拍微電影是不是 哈哈 太瘋了吧 不要幹嘛 記錄一些 對啊 可是那記憶卡不會很貴嗎 不會啊 就是記憶卡可以錄好幾個小時 這不是記憶卡 重點是 就是我很喜歡跟我朋友相處 我的朋友幾乎都來自於 國小國中高中以前的同事 就是過往以前生活經歷的朋友 然後每次出去都很難得 因為其實 老實說他們真的不是同性戀 他們都是異性戀 那異性戀比較容易遇到的狀況 就是動不動就有小孩 哈哈哈 你可以想啊 就比例是他們很容易 你周遭的異性戀很容易就有家庭了嘛 所以我們要出去再見面的機會 是比較不容易的 然後所以每次出去的時候 都會把握機會跟他們相處 然後記錄 然後我都會把他們就錄影 因為我覺得每一次的聊天都很有趣 我就錄影下來 然後錄影下來之後 我就會放著 然後每次我只要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就回頭看他們 就是我就回頭看一個電視 我可能就不看電視 我看的是這些東西 你就直接放那一天整個過程 對 我就可以享受那時候我們的快樂 就是我們曾經的快樂 好酷欸 對啊 我就這樣充電的 所以那一段時光是特別quality的嗎 我會說你們談的內容特別怎麼樣嗎 沒有啊 就是聊廢話 我們沒有一個議題 我們可能只是在吃鹹酥雞 然後憋聊天 嗯 可是我覺得就是好好聽 哦 就是因為那個時光是最快樂的 那是旅遊最快樂的 放鬆 沒有包袱 我們沒有特別要幹嘛 可是我覺得那個時間是最快樂的 好感人哦 所以我不開心的時候 我就會去看那個東西 我也覺得很感人 欸這個時間很容易被大家忽略 其實 對啊 大家有記錄下來 對 所以我當然知道拍那個東西 它是沒有意義的 可是其實 不會啊 有意義的啊 你也不會剪對不對 不會剪 不會剪 那會刪掉它 不會 因為其實現在YouTube很方便 就只剩剩剩YouTube 30小時 你也不一定要當YouTuber 你只是放你的生活紀錄 都可以 哦 難怪你也會走上這條路 某種程度你也想記錄自己 我會剪片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我大學 高中的時候 我就開始 朋友出去後 我就會剪片了 哦 因為我以前 我就會覺得 那些是一個很棒的回憶 可是以前那個東西 影片沒那麼流行啊 可是我覺得不流行的話 我只好靠自己了 我就是硬要學這樣 這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對啊 你自己有在愛記錄這件事情嗎 我其實蠻愛的啊 真的嗎 可是我其實喜歡 譬如說 如果我們一群人出去台南好了 去吃東西的時候 有些人就專注拍那個食物 我就想那食物 我Google就好了 我幹嘛要拍食物 我要拍的是我們跟食物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來合照 啊 所以我會喜歡人 可是我不會像娜娜一樣 就是全程紀錄 我是按照 譬如說 我心情不好 有時候可能會翻一下照片 那我是從那個照片去 自我回想 說我們當時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會覺得蠻有趣的 嗯 我也覺得記憶是人 非常珍貴的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沒有過去的話 基本上是累積不成今天的我們 對啊 我覺得記憶是會改變的 某種程度是 我當下可能經歷這件事情 我可能是很憤怒的或怎麼樣 可是也許有一天我回過頭來 我反而會珍惜這個過程 對 嗯 所以路上有帥哥也要記下來啊 喂不要偷拍 你說偷拍給我 喂 我也會 哈哈 哈哈哈哈 但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有降低的頻率 哈哈哈哈 好可怕 對 好難過 不過沒有鼓勵 哈哈 不鼓勵嘛 對 譴責 譴責 因為我們這邊其實是有星座大師的 那娜娜是有把出生的時間 交給我們隆隆 那隆隆這邊呢 已經稍微解析過你的心盤了 你有想要任何問她的問題嗎 蛤 哈哈 剛剛誰的生涯 老師今天聽我們的訪問有覺得符合星盤嗎 非常符合 哈哈哈哈 你能說什麼呢 我通常都是先訪完之後再說非常符合 哈哈哈哈 應該是我在進來進來進來先錄一些東西嘛 然後在進來看訪有沒有對 但其實憑良心說我本來就已經寫好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點對答案的感覺 你說說看 反正我覺得 我先講一下娜娜的星盤 我覺得基本上大方向 大家聽聽看吼 娜娜心盤開在一個上身獅子座 然後他的太陽是巨蟹座 然後巨蟹座還有太陽水星跟金星 都是巨蟹座的河相 那對面重要的行星有月亮跟土星 緊密15度河相在射手座 他是一個水象跟火象非常多的人 那也太衝突的感覺吧 聽起來 他也是這樣的人 我其實也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覺得好像蠻合的人 但他缺乏的是土跟風 缺乏土風元素的人 基本上他的行為模式會缺乏什麼樣的行為呢 就是第一個他都做事情的時候會忽略細節 對這是缺乏土象星座的人會有的元素 然後第二個事情 我不一定覺得正確 但可能原則上這個人 他的某些時候他的耐心跟穩定性 其實是不足的 因為土象星座跟耐心 穩定性非常有關 還有跟規劃能力非常有關係 那如果土象星座能力不足的人 通常這個方面的能力會需要後天的去補強 有符合嗎 很符合 我跟我沒耐心啊 而且我看到沒有就是原地打轉的 那種浪費時間的行為 我就會氣漲 我會氣漲 你知道我只是前幾天我們家族旅遊 我們家族旅遊二十幾個人 然後去搭遊覽車 然後我們要即將去一個義大利麵的餐廳 那個餐廳非常的科技 要用那個QR Code點餐 好 然後但是我們的組成成員有嬰兒 有長輩65歲以上 到底要怎麼點 然後我們就在遊覽車上要先點 然後就是一切非常的複雜 然後複雜到最後我們就是點不成功 然後又少東西 然後長輩又說 欸可是你剛幫我點的 我想吃那個東西 你想吃那個我可以換 然後天啊 這一切也太麻煩了吧 你們不要再鬧了 然後我就快氣漲 你又不可以對長輩不尊敬 你就吃那個你就吃那個 然後最後就是有些人沒東西吃 然後你知道就很複雜 然後你又不能吃太麻煩 然後都很麻煩 然後就氣漲 你很適合圖下別的訴訟的伴侶啦 我需要一個人去做這件事 不然那件事情竟然是我在做 在那個旅程當中 但伴侶這件事情 那有曾經談過戀愛嗎 因為很少聽你分析 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我這一輩子在跟異性戀糾纏 而且我的異性戀是因為他們真的對我很好 所以我並沒有白白 就耍白是硬要去到天人家 所以他們真的真的有 對我比一般的朋友還好 所以我很容易就黏在上面 所以你有異男王 對 而且是五十五個 不是說五十五個 因為我上個異男王 我上個喜歡的人已經十幾年前的事了 然後再一次就是今年 那以心盤來說 我也沒有 誰問你啊 誰問你啊 心盤來說我覺得戀愛的機會 我覺得可能跟剛剛講的不一定準確 但反正 因為娜娜她的精心在巨蟹座 然後三度的地方 然後在十一公 我覺得非常有趣 是因為她的精心合向水星 所以她的很多的愛情的表達 或是她接受別人愛情的資訊 是跟兩個人的溝通言語傳達 非常有關係 講難聽 假設精心有個男生 他講話就是比較油腔滑調的 精心合向水星的人 可能很容易被吸引到 覺得說 他是真的很在乎我 或是他真的很 我會被甜言蜜語 暈啊 對 就是精心合向水星的人 會這樣 因為他言語的力量 會被精心的能量放大 你在戀愛的時候 就是你要進入戀愛狀態前 或是你已經進入戀愛狀態的時候 精心對分享海王星的人 都會對對方有一層 我們之前講過 對對方有一層 幻覺或是迷幻 而且這件事情 其實有點像是你自己騙了自己 是這個海王星騙了精心的感覺 這完全跟妳講我剛剛那段話 我就騙自己啊 騙說那個一星人對一半朋友 比較沒那麼好 對我就特別有照顧 但這可能就是海王星的能量在觸發 我覺得這不一定是好或不好 它就是一個事件 然後上面下的迷亡星就表示說 這個人他其實是渴望在愛情當中 有個很深刻的體悟 或是他會從深刻的體悟當中 持續的學習 對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這個類型的人會 有一點點飛蛾撲火感 我就是啊 對 怎麼聽起來都也蠻像你的 哈哈哈哈 因為我是水火型的人啊 所以你們的星盤是有點類似的嗎 可是我覺得結構不太一樣 OKOK 沒那麼的飛蛾撲火 我想可是沒有東西可以撲 我看不到火 他有的撲你沒的撲 野盲的蛾 哈哈哈哈 我是一隻盲蛾這樣 找不到火 我覺得有火撲比較快樂吧 其實我很快樂啊 雖然我很痛苦 嗯 就是我 你知道我是 我是今年3月8號 我跟阿超 就是我朋友舉辦一個演唱會 叫做 兩個感情不順的人陪你唱情歌演唱會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兩個感情都很衰很慘 然後我在2月 其實我在3月 就是那一天3月8號當天過12點的時候 我就是真正的失戀 可是我上一個愛的人已經十幾年了 代表這個東西是我很痛的 是這一次很痛的時間 然後整場根本就是在發瘋 就已經就是 就是都是那些很可憐的歌 然後真的就唱到 因為有首歌叫小霞的蠢貨 真的就是我在感情裡就是蠢貨 就是這種歌就是真的很可笑 因為他一直說 我是個蠢貨 哈哈哈哈 整首歌 對 Eric會嗎 你要唱一段嗎 因為他很喜歡唱這首歌 他就是 其實我是個蠢貨 就是很可憐 然後他就是在講說 就悲傷加悲這樣子 對 他就是在笑自己的感情 就是蠢到不行 然後在那首歌唱完之後 我就是真的是跪地大哭 那你有期望對方是用什麼方式回應你才不要讓你那麼受傷嗎 對我來講 就是我自己選擇的 他很多的 就像你剛講的 很多的話語 或很多的文字 讓我覺得 嗯 應該不是那麼簡單 然後包括我有問他的朋友 他朋友說 靠 就怎麼會有人傳這種東西 就是感覺是對女孩子傳的 好 就是我都有這種覺得 說 可是他又 還不錯 所以我們都有私底下彼此約會 然後加上在情人節那天 我約他出去 他也出去 然後我就在情人節那天告白 哇 可是重點是 我也沒有要你幹嘛 我只是想要 不要當我的想法而已 然後我也覺得 我們相處那麼久 好像 表達一下也沒 就是很正常 對啊 我們就是都是交心的 然後他有嚇到 那我就嚇到沒關係 那沒有也沒關係啊 我就不要當完了 消失了 他消失了 No 嚇到然後逃跑是不是 對 就真的消失 然後消失很久 然後 然後我真的最擔心的是 我嚇到他 然後我也擔心他是怎麼了 因為你一個人突然就不見 然後群組也不見 我們有一個群組 他也沒有回 然後我就跟著跟他講說 我沒有 我真的從道理沒有期待 你要為我做什麼事 我沒有 然後我蠻擔心的 那我只是想要 就表達我心意 那沒有 沒有任何的回報 根本沒關係啊 那他就突然 他就他就回我了 他就說 其實他覺得 比較不回復我 很不好 他覺得這個行為 真的是很沒禮貌 什麼之類的 可是他真的不知道 怎麼處理這樣的問題 然後 那一刻 他會有那一刻 就是在上月8號的臨時 就是我知道我徹底的 就是他徹底 不可能對我有任何的可能了 所以在回你之前 你還在抱著期待 我沒有抱著期待 是我 我 我不知道怎麼了 我很想知道 可能是什麼 我並不希望他被嚇到 我也不希望他 不知道怎麼辦 我其實我們 我喜歡他 我會希望他快樂 我希望他是好好的 所以 我如果繼續這樣喜歡他 是讓他不舒服 會讓他覺得生活有壓力 那這件事該結束了 好感人喔 對 所以我 我就 所以那次之後 我就會告訴自己 那他的生活 我不應該去打擾 不應該去過度的參與 就當一般的朋友 偶爾看看線動 我偶爾打個招呼就好了 你聽起來那麼溫暖 感覺被你愛是很快樂的事 可是可能就是因為 愛錯了人 有沒有愛錯的人啊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經歷 怎麼了呢 你又想說說吧 因為我覺得火星獅子 你說說看 你說說看 火星獅子的人 他會怎麼這樣 他就是會戲劇性的付出跟投入 然後他有時候會蠻希望 對方也注意到他的 你說買一些省內 所以我有時候覺得火星獅子的人 在求愛的過程當中 假設你真的愛上對方了 我覺得說不定對方會蠻有壓力的 oh really 我覺得他有壓力 因為你知道怎樣嗎 有一次是 呃 因為我不是正統音樂人嘛 我是愛音樂的人 可是呢 因為我在去年底的時候 我愛上這個人之後 我就很努力的學習創作 我人生第一首歌為他而寫 no 然後就寫完一首歌 然後錄給他 你學鋼紮嗎 沒有學鋼紮 你本來就有在學 可是我那時候還沒有真的會學會 就是真的用鋼琪來做音樂 就是我為了這份愛 我想表達 我想我真的很想表達出這件事情 然後我也覺得 這件事很棒 雖然我很痛苦 可是我因此創作了 很浪漫 很浪漫 然後收到音樂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 他在背後在想 他給我的回饋 就是很感動那些blah blah的 可是我相信這可能 雷家綺來每一個付出 讓他傻眼 可是可是是很妙 因為在情人節之前 我都有做出類似的東西 就是我的愛其實很明顯 他不應該這麼被嚇 他不應該一無所知的 因為他很聰明 因為我覺得他很聰明 他是一個 我們那時候在樹屋認識 然後他就是會 我們去樹屋 那是一個海島的地方 然後他會帶書去看 就是一般的人 就是在沙灘他要帶什麼書啊 他不是做作 就是真正在看 一般的書都會有洞 然後就看那個帥哥的美女 對啊 他是真正在看 他就是一個 就是對很多事情是很敏感的人的男生 所以我跟他告白的時候 我真的不覺得你會不知道 然後我還會特別的去單獨約他 然後怎麼之類的嘛 對 然後情人節又約他出來 我覺得 然後我還給他巧克力 就是告白啦 然後可是當天他嚇到的時候 他真的我真的也我才嚇到 你為什麼會嚇到我才嚇到 好好聽 我的愛已經那麼明顯的 明顯成這樣 真的很妙 那會還是會希望說 自己可以體驗到一次 真正的戀愛經驗嗎 還是你覺得每一次過程都算了 我覺得他算是 對我來講算是 可是我每次都會說 我不知道我會先死 還是先談戀愛 因為生死真的太無常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可能談戀愛就先死 那就算了 中間其實也有一個 我覺得很不錯的人 在對我表示好感 很認真追求我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沒關係 你就去喜歡他 反正他不會喜歡你 一心戀啊 所以他就是在默默的等候我 然後也是好幾個月 然後重點是他 也是在差不多天數的時候 跟我說 其實我覺得好像不適合 他說他其實很需要的是一個 長期跟他 就是無數坑你那一次的人 你不是 你真的 我不是 你完全不是 因為一般我們看戀愛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一下 大家的月亮跟七公主的狀態 我跟你說他月亮是 射手嘛 剛講過 然後他的武功 跟戀愛觀念有關的 武功是射手座 就跟月亮一樣 然後他的七公主 就是他期待的伴侶類型 其實是水瓶座 哇 好獨立 所以這兩件事 講的事情是甚麼 兩件事是 月亮是我們的內在需求 就是我們到底渴望甚麼事情 他其實渴望的事情是 就是去探索跟冒險跟走走 探索一些未知的世界 那有些人會透過實際旅行的方式 有些人會透過哲學的方式 我覺得這是這個人月亮需求的方式 但重點是他需要有自由自在的能量 對 所以他不能被任何關係捆住 他是不行的 然後你的伴侶 就是你適合的伴侶 其實他需要具備一點水瓶座的特質 甚麼叫水瓶座的特質 水瓶座的特質就是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也願意給彼此一個獨立的空間的人 這個指示很明確 所以我覺得他是適合這樣類型的人 有沒有覺得他是怪異亂神 沒有我覺得很棒 我不覺得怪異亂神 因為他是有根據的啊 我都學他 他會講幾度幾度的 幾度幾度的 我們都是這樣子 我們都是科學專心 我們是科學專心 這樣其實是很科學的一件事 是學研究 但我要講一下 我覺得剛剛有講到說 驚心三分像冥望星嘛 這件事情雖然會對於愛情當中 會有一些譬如說權力不對等 或者是 剛剛講的那種 深刻愛情題 或者事件會產生 可是三分像冥望星其實是好事情 就是說 他不會毀滅戲的這麼誇張 因為有些人如果是 你如果是四分像或對分像的人 你可能就會真的會有些社會事件 但是三分像的人不至於 三分像的人就是 本質對你的生命個體來講 還是某種程度的好事 就是你會吸收養分之行 可是因為你的冥望星 他在天蠍座在三公 這件事情其實會指涉到 我們如果要談一個人 過往的創傷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會從冥望星下手 就看這個人創傷在哪裡 那創傷如果在三公的話 會特別去關心這個人 他在童年求學的時候的經歷 是不是不好 你是三公天秤座的人 你本來覺得想跟同學開開心心的 大家平等的相處 我們互相幫忙或幹嘛的 可是因為冥望星的介入導致了他在求學早期的階段有這種權力之間的抗衡 特別是冥望星在天蠍座的狀況 不公平的事件發生 對 所以我其實有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未來要做療癒或幹嘛的話會從冥望星這邊下手啦 但我覺得已經過了的話 其實我覺得很好 好專業好厲害喔 真的 你真的很厲害耶 因為其實我們也是很容易會接觸到很多在療星座的朋友 你真的很厲害 又很漂亮 我記得陳詩詩是比我們漂亮 看腿的部分 我以為他伸了 對 他下體失蹤 一直不穿褲子 小齊炫 我忘記買褲子 因為娜娜其實一路走來 這樣聽起來其實是蠻不容易的 那是真的聽起來 聽起來真的蠻不容易了吧 多不容易 天堂路 以前走過的路到現在 然後又轉直又什麼 其實我應該說我覺得你做的選擇都不是一般人會做的事情 那如果有人想要做 那你會想要怎麼跟他們說 就是你做可以 但是要找方法 就是沒有人知道你做一件事情 然後做一輩子 就是你找一個方法 你一輩子都沒成功的話 你要找轉換啊 因為有的人他會一直執著於某一件事情的方法 然後一直做 想說不做就 我剛剛有提到嘛 不做就會沒有 那做的可能會有什麼 可是做的不是代表你一直做錯的 可能不是對的方向 因為我一開始其實 我一開始不是拍音樂類 我一開始拍的是笑話 真的假的 你講笑話嗎 講冷笑話嗎 對 我講冷笑話 不是我講 就是我會演一人分之兩角 所以你是喜歡講冷笑話的人 我不是想講冷笑話 是因為那個年代那個 搞笑 就是那種小短劇 然後演一人分之兩角很紅啊 然後我想那就是這種東西就是要做吧 然後可是我其實也不是這掛的人 可是我最後就是做那個 做了一年根本沒人在鳥我 然後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唱七月七日情 就許惠心的那天七月七號 那個就是立刻 績效就比過往每一支影片都好 那發現 既然有人想聽我音樂這塊東西 所以 所以我覺得就是還是要調整一項方向 就是你在做一件事 我們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可能一年之後沒有成果 那就要去轉換一下多四種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方式去感受一下 就是還是得動動腦啦 嗯 你真的是頭頭四道的一個人 很可怕對不對 為什麼打什麼 很厲害 但你當時其實沒有一個停損點 譬如說 因為當時其實是有 你剛剛說有某一隻 已經有一年了 對 可是我那時候還沒有想到停損的哪一個點 我只覺得還可以再去做做看 還在做做看 你真的要找一個圖像的partner 哈哈哈哈 他是圖像星座嗎 Eric是圖像星座嗎 我不是耶 你他好像是雙魚座還是 對我雙魚 對怎麼辦呢 就在琴海裡面復復承承 哈哈哈哈 怎麼你也要聊個琴嘛 那我們經紀人呢 經紀人有什麼星座 赤手座 James James他幾月只要 他去射手座 他十二月初耶 射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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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像沒有土像星座 哈哈哈哈 而且我覺得我們團隊 大家的感情都不好 真的嗎 怎麼說 我大家的感情生活不是都沒有到很好嗎 哦我想說 我們第一次感到 第一次感到 Eric還好嗎 也不好啊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們經紀人的感情最好 你最近有什麼宰不宰什麼故事 你說說看嘛 沒有 就是都會有遇到一些就是 喜歡人在不喜歡我這樣子啊 哦 大眾的問題耶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你有一個人可以喜歡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也是幸福的事情 是沒錯啊 就是你會內心對他有些期望 對啊 生活就有點小火花啊 可是那些期望會變失望啊 可是那些期望會變失望啊 可是那就是生命啊 對啊 就換下一個啊 對啊 你們都是像死而生的人 喜歡在死亡中 而且我一定要把扭氣說那就是生命 對 沒有沒有 重點是 我覺得 我覺得我越長大 越可以體會到 蔡靜陽無底洞 這首歌詞裡面的 的意義 你說說看 怎麼說 就是 不如說就是 用唱的 不要用講的 哈哈哈哈 不是DJ嗎 就是穿梭一段 幽靈一段 感情中 愛會走 從天不滿 從刀不空 很快就逢其運用 人類的心是個無敵動 然後嘗試親吻 嘗試擁抱 溝通 然後原來的只是我們都只是喜歡的 就是愛情的臉孔 我們都只是喜歡那個 享受那個愛情可能是 那樣子很 彼此之間這樣互動的感覺 但如果假如這個東西消失 我們馬上就會 再去找另外一個人 再去把這樣子的感覺再找回來 他喜歡的是自己投射的東西 而不一定是那個的實體 就是我喜歡的是那個 喜歡一個人的感覺 就是追求有愛的感覺 我是在找真面天子 我跟你不一樣嗎 哈哈哈哈 我也是 我也是 我跟他不一樣 他心情的一模一樣 他就喜歡有愛的感覺 對 謝謝小孩 哈哈哈哈 好我們節目也到尾聲 感謝娜娜來 那今天如果說你要對你 很年輕的你 唱一首歌的話 你會想唱什麼歌 哈哈 好突然哦 我一直覺得是主人 是范瑚瑄 跟百分百樂團的歌 他叫做主人 來來來一段好不好 哦好突然哦 那好那你先講一下 為什麼你想要捲這首歌 給你以前的自己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自己的主人 我們今天會走到任何的位置 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嗯 雖然很嚴肅啦 就是我們可能過得不夠好 那也是我們自己選擇的 那如果我們過得夠好 要慶幸自己 曾經努力過 嗯 對就是主人這首歌就是 哇哦 我看看他的主歌是什麼 你的世界 因你而創造 過去現在 未來 同時跑 所以呢 你的每一件事情呢 都跟你的 嗯 行為有關 所以我們要相信自己的選擇 這樣子 相信 哈哈哈 娜娜真的是一個非常正能量的人 因為必須說我成長的過程中 我幾乎幾乎都是在跟負能量打轉 所以我看到你一個是全然正能量的人 是很少見的 哈哈哈 所以我叫娜娜大師 哈哈哈 世界要珍惜你 對啊 真的啦 人最後就是一死 還沒死之前都有很多的轉機 一個希望 因為我也蠻好奇 因為你剛才講說你對生死很有感觸 嗯 那是因為你身邊有經歷過什麼事情嗎 不然你怎麼會特別對這個題目有感興趣 我就是看得很開我真的沒有什麼感觸 我我身身邊也沒有目前都很健康很平安 對只是我覺得我自己我只針對自己 我自己走了之後我沒有遺憾 因為我每天過的我真的過得很開心 我把我自己的過得很很充實 嗯 可是我也知道譬如啦譬如 嗯我覺得如果今天身邊有一個很重要的人離開了 真的會難過沒錯 可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精神 永遠會存在在這世界上 上面 所以如果你的好朋友或你覺得重要的人離開 你可能想到他會難過 想到他會覺得很痛苦 可是千萬不要忘記想他這件事 你只要繼續想他 他的愛就永遠都會存在 嗯 好謝謝 好感人 哦 你看他就立娜哭了啦 真的啦 不哭不哭 謝謝謝謝 好那我們就謝謝娜娜大師 然後你可不可以講一下說你 現在這一場了不起的演唱會在什麼時候在哪裡然後怎麼買 對 今年的10月12號然後在ZAP 然後你可以唱KKTIX 都可以買得到 我是音樂奴隸為你演唱會 謝謝大家 謝謝 好感人 謝謝娜娜大師 還用like excuse 最後算一下slay for you吧 唱一下 slay for you 我想聽你唱到你合音這樣 融融為主了 slay for you slay for you 我覺得我們可以分享一個故事 因為我們大學的時候就有幫他錄一首單曲 真的嗎 對他那時候就唱 因為他太喜歡Brinny了 所以我們就幫他錄Holy Against Me 然後結果後來就錄太久了 然後就突然就有人敲門 想說怎麼了 結果是後面的鄰居就報警了 就是警察敲門 警察來了 這首歌又不是什麼高音的歌曲有什麼好報警的 Holy Against Me 我猜這是好聽不好聽的問題 我那時候可能是用金句的唱法 OK 在那一段很快嘴的地方 然後就發出很奇怪的聲音 就一直那啊啊的那個 這個可以報警 這個會報警 這個會報警 對 好謝謝大家 謝謝 黃妙的結束 大家晚安嗎 對我們 因為我們的節目通常都是會跟大家說晚安喔 那你可以唱晚安群喔 好 好 讓我們 讓我們 呼道 一聲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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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嘿 耶 謝謝娜娜 辛苦了 情感好豐沛喔 對阿好好聽喔 好玩好 欸 我們很豐富喔 我們很偉大耶 我們很豐富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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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超豐富的貓 我們 眼鏡量很多耶 他是一個多耶 我們在搭起的 我們很豐富喔